整個植物肉其實他的兩大的一個趨勢 就是一個氣候變遷 當然我們在整個農序葉裡面 整個造成那個氣候軟化裡面 農序葉其實佔的比例還蠻高 大概大概百分之十八左右 在那個溫室氣體排放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在植物肉這一塊 就可以大量的改善這一塊 特別是以牛來看的話 牛大概可以佔整個一個溫室氣體排放 大概佔百分之十一 所以這是從整個地球軟化這一塊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是會被接受的一個趨勢 另外一個趨勢就是一個健康的一個趨勢 像植物肉跟跟一般的動物肉的差別 很大的一個就是植物肉 他是零膽固醇 所以有人對膽固醇敏感的人吃植物肉 身體很輕鬆 對對對 會很健康 然後他的蛋白質 其實跟真正肉的蛋白質 其實是接近的 所以在這兩個大的一個環節之下 大成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注重在這兩個環節之下 所以我們在從健康裡面導入我們的產品裡面 如果讓我的成分裡面吃得更健康 過去一直有被詬病 植物肉剛開始的時候 添加物是不是很多這些 那這個整個趨勢在科技的一個進步 在我們整個的一個研發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一直把非天然添加改成天然添加這一塊 所以在將來的一個市場 在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我們這一塊的詬病是會被拼除掉了 臺灣除了你們以外還有沒有潛在競爭者 大家會切入這個市場 我想大成在這一塊是算是領先者 才剛開始 如果說應該應該可能屬於嬰兒期 臺灣數十三十多年來 其實我們同業有很多家 可是我認為這個市場是要把它做大 那其實可以看這兩年的一個趨勢 便利商店的一個趨勢 包括兩大便利商店 Saven跟Feminmark 其實他們各自為了植物肉都有一個專櫃 其實你看 要有一個直覺生活 一個天書地書 所以便利商店 其實就是年輕人最喜歡去的地方 所以從這裡 你可以看到它的櫃位一直在增加 那很明顯的知道說 這個市場是在擴充 那我們其實也抓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除了國內所有的餐飲通路以外 其實我們更大一塊的範圍 我們將來大臣會有一半以上 會放在海外的市場 包括中東市場 歐美歐洲市場 北美市場 特別是歐洲的市場 現在成長起來比北美還快 所以我們在從市場裡面的分析裡面 我們會參加各種的一個國際的食品展 然後介入歐美的一個市場 我想這是一個 我大概吃完以後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大臣要不要去開一家 人造肉食堅餐廳 我們有這個計畫中 正在計畫中 你真的開一個店 然後我東西很好吃 大家可以來消費 這個我覺得有賣點 有這個已經在計畫中 我想這個如果能夠快速化碳起來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在現在進入歐洲 當然 是的